好久不见了 我从在中系读书的时候 老师就一直在惯须 我不是就是真实 编的东西 整个觉得编不过真的 所以我干脆就来真的 混音声不太一样 找一个 前任攻略到现在都十年了 这个系列能伴随大家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电影本来就是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的 笑 泪 悲喜 它都能在影院里面感受 就是好像在影院里 可以做一个两小时左右的梦 婚结婚吧 或者是看到别人的一生 这种浓缩的精华 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一件事情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